早前一些地区的民众投诉买不到政府津贴的包装食用油 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拿多斯里沙拉胡顶阿玉 今天否认包装食用油供应不足 但是他承认一些地区在特别时期会缺货 内贸部会指示官员彻查原因 沙拉胡顶阿玉在国会下议院部长问答环节指出 内贸部针对购买数量展开的执法行动不能够太严厉 因为微型商家和中小型企业都需要依靠包装食用油来运营 至于是否会增加配额 沙拉胡顶说这项建议是可行的 只是内贸部需要跟生活成本行动理事会讨论 在交由内阁决定 在交由内阁决定